作词 李宗盛 错误的说法 当作正面事物 当然受了迷惑之后 人的心灵 变得浑浑噩噩 麻木痴呆 不知道什么是 正常人心 正常人心该追求 遵守的是什么 不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 该怎样活着 该有怎样的生存方式 生存法则 更不知道什么 是人正确的 生存目标 因着传统文化的 影响寻陶甚至 进步 这些正面的东西 这些从神来的 要求发责 翻到被压制了 传统文化里的心方面的种种说法 在很大程度上 深深地迷惑影响了人的思想 禁锁了人的思想 世人都侮辱 都侮辱企图 都侮辱企图 就是你被传统文化中的新方面的种种思想观点 影响的越深 心头的越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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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力正常人心 该有的思想 该有的向往 该有的追求 目标生存法则 求越来越远 离身所有旧人的标准 越来越远 收到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染观数寻陶 人就以这些为准则了 甚至把这些当成真理了 当成真理了 谈成看人看事 做人做事 该有的准则 人就不再去思想 也不再怀疑 这些东西的正确与否 也不再思考在传统文化 关于人一粒之心的种种说法以外 人还应该怎样活着 人不知道 人也不会去思考 因为人的思想 已经被人一粒之心 得到的经关满了占有了 已经被这些人一粒之心 得到的经关满了占有了 即便有许多人心 即便有许多人醒了阵神读了圣经 却仍然把神的话成立 与人一粒之心 与人一粒之心 来宣扬阳来推行 来宣扬来推行 还应用这些传统文化的说法 来教导别人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这是神所不愿意看到的 也是神言无敌 在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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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